哇,大創很划算,199分 吃什麼? 豬肉的燒蝦 我這樣說現在去泰國 不吃龜貝燒,不要說去過泰國 好玩啊 龜貝燒到處都有,深受大眾歡迎 而且多數都很便宜 街坊價200匹已經有得吃了 龜貝燒,不是1000多匹 你就當自己土豪一樣吃 可以的 出名鐵地的JMK 真是窮 向大家介紹,199匹 真是199匹一位 50元港幣也不用 喝喝喝,你還想怎樣? 你不吃吧 其實龜貝燒不是源自泰國 是韓國食物 就是部隊外的朋友 所以泰式的龜貝燒和韓式 會有少少不同 除了外形上的分別 泰國人因為宗教習俗關係 而很少吃牛 所以大多數任食的龜貝燒 都只會是吃豬或雞為主 再加上海產,蔬菜等等 而湯底方面 就沒有香港那麼多選擇 都是用水、清湯為主 所以醃肉醃成點 醬料有多漂亮 是很重要的 泰式的窩仔 細細 其實集合了香港人最喜歡的美食 火鍋和韓燒一身 又有得燒又有得燒 一個價錢就兩種享受 真是超划算的 但划算划算划算 都提提大家 吃多少叫多少 不要眼闊肚窄 就大浪費了 大春,我們走吧 不要睡了 好飽啊 走不動 為什麼走不動 神經病 不限時任人性 泰國的龜貝燒 真是拿人命 199匹 人家就在這裏出豬肉 你就在這裏出名 這個叫你是不是都叫八盆 你說男人吃多一點 可以